《英國外相林德偉》 英國外相林德偉在一片爭議聲裏 第一次以外相身份訪問中國 大家以為英國有可能為了恢復對華經貿關係 出迷民主社會的時候 由英國外交部公佈的公佈 似乎這次訪華毫無成果 甚至連收集分歧都說不上 有些基本問題如果無法解決 中英兩國只會越走越遠 哪個上台都一樣 英國外相抵襲北京之後首份新聞公佈 中英兩國如何管控分歧 其實和美國拜登政府幾乎一樣 就是可以合作就是合作 應該競爭就競爭 應該挑戰中國就要挑戰中國 而合作的部分基本上都是客套說話 競爭和挑戰才是主菜 而新聞公佈講得很清楚 有三個問題需要解決 包括了中國支持俄斯入侵烏克蘭 香港問題以及民主價值問題 而這三個問題基本上 在習近平任外都無解 先講中國支持俄斯入侵烏克蘭 雖然中國政府在國際社會面前一再否認 但由烏克蘭在戰場上 所減獲的炮彈殘骸到西方各國的情報 中國再三否認都無人會信 將俄國軍隊說出烏克蘭國土 這是英國根本的益之一 習近平這種偽裝和平使者 這烏克蘭戰爭來分散西方的軍事主義力 在自己入侵台灣的做法 不會為國際社會所容忍 習近平不放棄這種偽軍事戰略 其實中國和英國已經很硬有交集 但更硬有交集是香港問題 英國素外注重遵守國際條約 德國人一次大戰的時候 以為英國不會為了捍衛倫敦條約上 定名的比例子中壓權 但事實上並非如此 英國為了德國人口中的廢旨 就算英國和德國皇室在血緣上緊密關聯都好 都一樣開戰 甚至連王朝的名字都改為軍沙 完全去德國化 現在中國在黎智英問題 47人案 多宗市民行駛公民權利 但無止協參與暴動的案件 甚至BNO問題 都反映中國完全沒有以遵守權合聲明 當習近平視國際條約如廢旨的時候 中英關係特別商貿關係又如何重建? 商人最注重遵守合約 而中國就以言而無信而聞名 請問經貿關係重建 怎麼說起呢? 至於民主這個問題就更不用跟習近平談 好驚好大都會偽裝成一個民主政制之下 獲選民授權的一個民選政客 習近平連這個都不辦 而英國經歷過多年蛻變 已經成為西方主義民主國家一員 雙方以色形態南緣不設 這是更加明顯的 而且在保斗黨執政時期 財相由中國女婿侯俊偉擔任 林毅壽銘的外相金盟樂分爪 在擔任首相期間 是所謂中英關係黃金時代的替造者 和習近平喝過啤酒 照樣解不開剛才提及的三個結 工黨政府和中國關係不見得密切 甚至現在的首相司 既然是人權律師出身 也不理林德偉訪華在職 在國會復會的首相答問大會裏 要求中國政府納職釋放黎智英 聽聞在這個背景之下 就算不顧為英國政壇種種現實 在重視人際關係的中國 過去都不賣金盟樂分爪、侯俊偉的帳 又怎會賣林德偉和施紀元的帳呢? 而有一點很多人都忽略 在上世紀七十年代 香港人並沒有足夠的選票力量去撼動英國朝野 而那些所謂香港人代表 大多數都為自己的益出賣香港 欠在出賣給中國還是不出賣給英國的 但今天BNO簽證的持有人都有二十幾萬留英 當中有十幾萬人有投票權 還未既有部分因居英權計劃 或者其他方式獲得英國公民身份的香港人 在英國朝野異常弱勢的今天 誰為了自己的選票過不去 在英國反對移民的聲案裏面 在10月17日的國會西文辯論 工黨稱讚BNO簽證 是保守黨執政14年以來最佳的政策 可想而知香港人這部選票力量 正左右英國的對話政策 所以林德偉這次在北京百行一趟 變成藝人公事這個是必然的 習近平不惡臺 誰都沒辦法重生發展中英關係 問題不是英方而是中方 人家不可能 人家不可能 細小姐不可能 以地製新賊 人家長 既然開放 人家不可能